只要咬一口 你的夢想就會實現啦 毒蘋果 洗精咧 你如果把他整顆吃下肚的話 真的會有毒素殘留在身體裡面 毒素來源就是這個黑黑的蘋果籽 黑色不起眼的蘋果種子 難咬又沒味道 一般人吃聲就丟 但其實種子裡面含有一種成分 叫做苦杏仁甘 吃下去直通味 分解過後就會產生氫化物 就是常在偵探小說裡看到的 劇毒化學劑 拼化物它是一個劇毒啦 它有極毒性 但沒公斤體重 只要一毫克可能就會致命 造詞啊 因為我都把紫去掉啊 所以就還好 說實在也不會常吃到紫啊 別再說不吃紫沒關係了 整顆拿去打成枝 喝下蘋果汁 照樣會產生毒素 而且有毒的紫不止蘋果 終於可以有自己 走回主了 後宮徵環傳裡 安玲蓉毒發身亡 看看他手中的杏仁種子 也含有苦杏仁甘成分 美國籍管局曾做出研究報告 其他像櫻桃或是桃子 也通通有危險 而民眾比較常吃下肚的西瓜子 則沒有出現在研究報告上 專業醫師表示 一般民眾不用太擔心 果核產生的氫化物很微量 而且不會殘留在體內 正常吃水果中毒風險極低 但蘋果居然真的有毒 讓不少民眾感到意外 記者謝軍中謝雲林台北報導 請查看